行,我下次给你们拍一拍 好,前面下 哎,我可惜 看样子集市很多人 已经开始塞车了 干啥去小怪 感激,可惜我就坐在车上 看车 看车小沟 他家应该是刚结婚 好漂亮啊 他们这儿的牛肉都是卤牛肉 我以为快要过年了 每一天想来就可以来 但我今天问了不是的 只有到每月的二五八才有集 就是初二十五初八 十二十五十八 二十二二十五二十八 然后另外一个正是另外一个时间 然后其实我们也没有特别想买的 但是我就害怕如果我不来的话 就到年底就不能来了 今天这个集市更热闹了 中间也摆了一条卖东西的 糖果 各种糖果 感觉农村这种大鸡还是很有过年的感觉 这个小的是什么呀 不要怕自拔的 给我来一个大的 再给我来一份小的 小的就是我们在哈尔滨吃的像油炸糕 但是它不是黏的 它是面的 我上次吃这个觉得很好吃 然后就还想再吃 我今天来的这个地方主要就想吃这个 但这个没有那个好吃 这个里面好像是红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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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期是你的吃播 我觉得它只要是新出锅的 只要是热的都非常好吃 这个饼上有点脆脆的 然后里面是软软的 再加上辣椒 是不是太冷了 外边都很好吃 听一下它的方言 先朝鲜们 淘着港铁美太坦 还脆吗 还行啊 没这样子脆的 那一会儿给你买一个新的呀 妈妈都想你了 你去哪儿了 在车上 冷不冷 还好小瓜有电话 堵车了 一动不动 后来我们决定要把这辆车给抬到这边来 才能出去 太堵了 爷爷下午还有事 在这儿 我们走后门了 我们走这条道回去 坐上 快上车 快上车 终于离开了那个是非之地 小关师傅说开车拉我们一会儿 这个师傅开的不怎么稳 行我下来给你们拍一拍 儿子停一下 哎我也不信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直接 走吧 哎呀不用年纪很大就能享受到儿子拉我们了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现在还不会和弦 你今儿有和弦怎么弹出这个 啥和弦 叔叔回来 探讨一下文艺 他怎么弹出这个吊的 那就是在和弦的基础上 你就在动手指呗 你得看谱子 你之前的曲子都弹上了 我现在还不弦 那你肯定得看着谱子 你之前的曲子都弹上了 嗯 我现在担心这和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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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